疫情仍然处于高原期 指挥中心29号宣布 本土新增44,665例 比上周同日高6% 但行政院指示指挥中心 确定10月13号开放国门 入境零加期免居隔 国内疫情大致上都在我们预期 次世代的疫苗已经开打 医疗量能防疫物资都充足 10月13开始 开放这个边境 10月13号的新制开放幅度大 入境每周上线拉高到15万人次 并且免隔离正是所谓的零加期 没有症状的人可以搭大众运输工具 入境境团领同步解除 国内2.4万间防疫旅馆 最快在10月15号将全数退场 交通部表示为了协助业者 回归一般的营运状态 美方将补助5000元 入境旅客也回复正常 撤除省单区 只保留发烧筛检站 领取4G快筛就可以离开 但是快筛的结果却无人把关 不会再做追踪 那以自主申报为原则 我想影响是非常小的 我们可能可以看到 更多的感染出现 到底有多少人感染 你也不晓得 都以为是流行性感冒 入境旅客如果有症状 才需要搭防疫车队 或自驾亲友接机 但没有症状 就可以搭大众运输系统 很有可能让变异株 趁机进入社区 欧美他们都有发现的 正在起来的 这个BA.4.6 会随着我们防疫 越来越双绑的情况之下 会慢慢会渗透进来 边境大解封 但是否离脱下口罩的日子 也不远了 社区低度流行 维持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才会再去考虑这个问题 虽然可以出国完了 但是专家还是提醒 社区黑数一定会更多 尽速施打疫苗 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 记者李琴 网易仲台北报导 主持上这个梦梦水 孤家配方起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残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氧干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明镜需要您的观看